眼前这个变态的保安 最喜欢偷看监控中男女们亲密的画面 这天晚上 保安按照惯例打开了监控 然而就在他准备欣赏地下室中 小情侣的精彩场面时 那对小情侣的身后突然闪过一道鬼影 保安顿时被吓得跳了起来 发什么神经病啊 有鬼啊 太大了真的没骗你 不明所以的保安为了证实自己没有看错 又再次查看了刚刚的监控 却依旧看到一个鬼影飘来飘去 你看没骗你 可诡异的是同事上前查看了监控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同事指着保安说他定时眼花看错了 肯定有鬼 那跟我出去看看 不过同事也是看热闹不显示的 他才不信有鬼 所幸便怂恿保安去现场看看 无奈之下 保安只能胆怯地位随在同事身后 战战兢兢地朝着地下车库走去 等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监控地点后 那对亲热的小情侣早跑了 他们在现场看了一圈后 连个鬼影也没发现 可这时同事却发现了问题 看见鬼影的地方是一个被锁死的大铁门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去 同时后退一步 让保安上前开门一探究竟 不过保安身上的钥匙跟收租室地挂了十几把 根本分不清哪一把是用来开门的 在保安尝试了十几遍快要失去耐心时 他慢慢咧咧地回头 结果却发现同事竟然消失不见了 这给保安吓得屁滚尿流 恐惧在这一刻充斥着他的大脑 此时他哪还管得了什么钥匙 超级手电一如孔奔跑得比兔子还快 等他跑到以为安全的地方正想喘口气时 这时恶作剧的同事突然冒了出来 等到发现自己被同事戏耍了 保安当场就和同事在地下车库打闹起来 突然保安一个没注意摔了个狗吃屎 回过神来才发现 自己是被一个母牌子给扳倒了 上面还写着私家车位 门牙被磕到的保安气急败坏 捡起牌子顺手都进了垃圾桶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块牌子可是大有来头会让他大难领头 隔天队长突然问起牌子 你知道那块木牌子上哪儿去了吗 什么木牌子 就217控车位上的木牌子 有啊 我昨天你见呢 谁他妈手这么贱 自找倒霉这是 队长突如其来的盘问令保安有些不安 意识到不对的他 值得向同事询问情况 毕竟同事来的比他早很多也算是前辈了 关于这事同事还真知道 原来那个停车位 本是一个富家老板的私人车位 他特意放了一块木牌提醒他人 然而这天 几个年轻人由于找不到车位 便直接丢了牌子 霸占了那个邪有217的车位 晚上老板一家三口回家后 见车位被占无处停车 就打算将车停到一旁的工地边上 可就在他们刚刚停好车时 却不幸飞来横祸 头顶的吊车突然失灵 极吨重的钢板从天而降 把这一家三口连人带车一起送去了西北 就在不久后 霸占车位的年轻人也突发事故 被大卡车当场撞死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217车位就变成了闹鬼车位 没有人敢停 至于木牌为什么还在那儿 听说只要是将其清理后 木牌就会自己冒出来 并且清理之人都会无辜惨死 自此以后便没人再感动了 想到自己不久前刚刚都掉了牌子 保安顿时慌得一批 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想跑路了 他抱着脚醒心里回到车位 裹着那个恐怖的牌子又凭空出现了 不仅如此 上面的自己还变成了世家车位 看到这惊悚的一幕 保安被吓破了胆 他轮流祈祷佛祖耶稣菩萨保佑 希望他们可以显灵保自己平安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出事了 这天正巧又是保安值班 然而就在他打盹时 他突然听见了一阵女人的尖叫声 不明所以的他赶忙打开监控查看情况 却发现女人好似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一样 为了确保安全 于是保安赶忙来到了案发现场 嘿 这么回事 刚才有个小孩 还有个穿白衣服的 保安巡视了一番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安慰女人 应该是加班太累看花了眼 此时的女人只想赶紧离开此地 他见保安不信 于是便急忙开车逃之妖妖了 可女人刚走 地下车库便传来了恐怖的叫声 是谁呀 有意思吗